這個位於大圍積壽里附近的天井似乎成為了老鼠樂園 原來是天井隔離的一間食市 在未經天井業主的同意下坐穿牆壁 將一條大型的排氣煙通穿越天井 並且在天井上方的大廈外牆設置支架 由於煙通穿過的天井位置有個大洞 曾經被人多次闖進 業主於是安裝閉路電視監察 他是發現該處經常有老鼠出沒 留下了大量的老鼠糞便 懷疑是煙通的油煙和氣味引起鼠患 業主向多個部門多次投訴 他是不得要領 可能他們部門之間的溝通不足 始終他們部門之間經常出現的問題 就是職權範圍可能真學食 或者是負責一些衛生或者食肆發牌的情況 但是也不會負及所謂業權和僭建的問題 可能他們這只是在部門協助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認為是冰山一角 其實很多這些僭建都因為基部門官僚各自為定 而至乎疏於主動去巡查 出現了很多危機 會構成非常壞的環境衛生或者很差的情況 食環處回應說 已經將有關個案轉介給屋宇署跟進 處方又表示 並沒有就食市非法擴展營業範圍收到的投訴作出統計 而在2018年底至2019年底 該處就有關問題提出了1900宗檢控 東網記者陳淑儀報導